大家好,这里是波波多娜 在第四,我们经历了被EA支配的恐惧 这一期张宇宁带队第三 我们把进攻线做一个升级 初始阵容4321 前场马夏尔、热苏斯和孙心敏 马夏尔既有身体又有速度 热苏斯的射门像bug一样 孙心敏、五星、逆足、身体、速度以及跑位都没有太大的缺陷 张宇宁退到中场做一个连接作用 巴卡约科重回首发 赛季最佳马蒂奇是我们自己抽到的蓝卡 可以弥补普通卡的缺陷 后防线没有变化,从左到右一次是阿拉巴、伯阿腾、巴伊、瓦伦西亚 门将费尔曼 除孙心敏和张宇宁外,所有人都是满化学 比赛开始之后,我们换阵412122 马夏尔居左、热苏斯居右、孙心敏前腰 马蒂奇和张宇宁分别是左右中场 巴卡约科后腰,后防线不变 替补习我们带上抽到的德比锡和马赫雷斯 如果比赛顺利,我们会换上土耳其联赛球员 尝试完成赛季最佳相关的周任务 这个任务需要我们在7场获胜的比赛中 用土耳其超级联赛球员进球 第一个对手显然是在尝试抽到的这张赛季最佳卡 牺牲了一定的化学 还有个吐超前锋做任务 开场第16分钟,我们的新三叉戟就连线成功 孙心敏传球到禁区 马夏尔控球转身直塞热苏斯 后者轻松射门得分 1比0 10分钟之后,对方调出自己的中后卫 巴卡约克直塞热苏斯高速带球到禁区 射远角得手 2比0 上半场结束前,马夏尔禁区接球后 Q2Q甩开后卫 随后左脚递射远角 3比0 中场休息,我们换下热苏斯 换上埃托奥完成任务 下半场开场不久 前场借外球一路传到禁区 最终有马蒂奇破门 4比0 之后我们换上跨雷斯马 第65分钟,马夏尔直塞 埃托奥左脚射远角 5比0 随后对手放弃比赛 第二场面对的是一套英超阵容 桑切斯和萨拉赫化水很低 不太看得懂 刚刚开场我们就获得了一次反击机会 热苏斯直塞马夏尔巧妙包肉 避开后卫 随后加速进禁区射近角 1比0 第20分钟马蒂奇直塞马夏尔 后者轻松射门得分 2比0 随后我们换上埃托奥 下半场刚开场 我们获得禁区前任一球 常规操作将球传入禁区 埃托奥射门得分 第76分钟对方阵型被破坏 马夏尔禁区拿球分边被拦截 对手解围出现失误 马蒂奇heel to heel摆脱防守后传中路 对方后卫不胜自摆乌龙 4比0 比赛最后时刻 马夏尔和队友做二过一之后 晃开身前防守队员 加速冲入禁区大力射圆角 球直挂死角5比0 本场过后 吐超相关任务完成 我们把埃托奥和跨雷斯马移出替补席 第三个对手 好多篮卡 我们数一下 一二三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被屠杀了 第17分钟 因西涅射门被扑斯特林补射得分 我们0比1落后 第43分钟 马夏尔和热苏斯连续二过一 最终热苏斯单刀 陈卓推射 1比1 中场休息前 张宇宁和马夏尔做出二过一 随后大力抽射圆角进球 2比1 我们在被各种数据碾压的情况下 居然由张宇宁反潮比分 看来银卡克兰卡 下半场一开球 对手就进了一个超级远射 第49分钟 狂奔加远射 第55分钟 因西涅如入无人之际 第62分钟 一脚远射 第82分钟 一脚远射 第84分钟 一脚远射 这种阵容加这种打法 真的心好累 好在费尔曼帮助我们 挺过了下半场剩下的时间 最终比分 2比2 第四场面对一个 不屑于单化学的对手 真是鸟大了 什么林子都有 第七分钟 对方脚球被巴一解围 我们获得反击机会 对手后半场空虚 孙兴敏直塞 马夏尔拥有足够的时间做调整 最后我们推射得分 1比0 脚球是非常容易被对手打反击的 参考世界杯比利式绝杀韩国 如果是对手反击的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操控拖后的后卫 全力退防 这样对手不会有太大的空间提速 就在他犹豫的过程中 我们其他的队员就能获得时间回防 10分钟以后 对方防守失位 热苏斯面对对方后卫 先一个包肉加速 紧接着一个heel to keel 进入禁区 随后低射远角 2比0 5分钟后对方门将发球失误 热苏斯轻松得分 3比0 第32分钟 马蒂奇后场直塞 对方后卫防守失位 马夏尔面对出击门将 挑射破门 4比0 随后阿里漂亮的晃动 摆脱巴卡约科 二过一后进入禁区 射远角得手 4比1 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们换阵4231 加强防守 第59分钟 我们获得反击机会 马夏尔接球后 一个heel to keel 摆脱贴身后卫 之后看准机会 BodyFint调整角度后 大力传球中路 孙星敏电射 5比1 对手退出比赛 第5个对手 用的是一套得甲阵容 越是这样的阵容 越不能轻视 果然刚开始 伯阿腾和穆勒 做出二过一 随后突然起脚 求击中门注内侧入网 我们0比1落后 几分钟之后 对手反击中一个直塞 随后射门反弹到 对方前锋脚下 不射进球 0比2 在对手反击的过程中 一定要控制边位 保持后防线整齐 当中场有空档的时候 AI会调动边后卫 不卫上抢 这样就留下了很大的空档 对手可以轻易地 把球传到这个区域 然后传球 或者直接威胁球门 随后又是阿拉巴前 已留下空档 对手直塞后射门得分 对手的三个进球 都是在开球后 没有死球的情况才进的 第33分钟 我们在对手进区前 耐心捣脚 热苏斯进区内接球 突然一个拉球 过掉贴身防守的后卫 随后低射远角 我们扳回一球 马上对手通过脚球 再次拉开比分 这个脚球又是阿拉巴 一次漏人后 对方射门得到的 随后我们的左路 又出现问题 阿拉巴先是 身后留下大空档 随后跑位过于靠近周围 导致对手又有足够的空间 起脚传中 后点瓦伦西亚漏人 对手打入第5球 阿拉巴状态真是太差了 直接造成三个丢球 还间接造成一个丢球 打破了巴卡约科 单场送三球的记录 可惜比赛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尽早地 意识到这一点 中场休息 我们换上马赫雷斯 换下孙星明 下半场开始 张宇宁精彩直塞 马夏尔没有其余打门 乘着控球后传远点 张宇宁推射 轻松得分 2比5 几分钟后 热苏斯和队友做二过一 随后接球 直接打远点 3比5 第76分钟 马蒂奇左路拿球 U2Hill得到空 当大力低射 可惜被扑 第79分钟 马夏尔风骚跑位 可惜张宇宁的传球 直接给了对方门枪 第80分钟 马赫雷斯直塞 马夏尔 射远角得手 4比5 之后我们没能再进球 在熟悉了对手打法之后 下半场我们彻底接手了比赛 对方的最后45分钟 没有任何一脚射门 很可惜 上半场我们坑太大了 没能填平 对手用一套 不如我们的阵型 守住了胜利 也很不容易 恭喜他 赛程过半 我们只拿到了10个积分 想要拿到第三的冠军 需要在后半程 拿出更好的表现 接下来的比赛 一套很一般的阵容 刚刚开场 威廉放倒张宇宁 后者倒地不起 难道我们要因伤强退了吗 还好张宇宁顽强地站了起来 而且几分钟之后 贡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强段 凭借这次反击机会 我们取得了1比0领先 两分钟之后 对手禁区放到热苏斯 可惜点球被扑 第23分钟 对手禁区内断球后 传球失误 热苏斯冷静带球 随后打进脚 2比0 第31分钟 我们获得前场任意球 阿拉巴直接面对门将 射远角进球 3比0 三分钟之后 热苏斯接球后 突然变相 对手始料不及 随后进入禁区后 低射远角得分 4比0 很快孙清敏直塞 热苏斯抢射 5比0 第60分钟 我们利用脚球再进一球 6比0 随后对手后场倒角 到比赛结束 第7场的对手 一套英超一甲的混合阵 前锋线还有得甲的牙医 开场不久 对手边路起脚 将球传到后点 瓦伦西亚被巴舒亚一碾压 我们0比1落后 第26分钟 热苏斯禁区接球后 沉着冷静 晃出绝对空当后起脚 我们颁平比分 10分钟之后 张宇宁直塞 热苏斯射远角 2比1 我们反超比分 上半场结束 马夏尔和队友 做一个二过一 虽然被绊了一下 但是还是幸运地 接到了球 随后一个heel to heel 直接面对门将 射远角得手 3比1 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们辩证4231 对手上半场疯狂传中 4231会给边路 带来更多的保护 下半场开始不久 孙清敏禁区边缘 得到机会 大力抽射 击中横梁弹出 张宇宁骑时跟上 利亚纳因格兰 暴力投球得分 太强大了 4比1 之后我们利用 角球机会 再进一球 5比1 对手这个时候 选择退出比赛 第8个对手 用一套不错的 英超阵容 加特尔什特根 第7分钟 对手瓦尔迪 射门没有成功 但是球落到了 没人盯防的威廉脚下 我们一开场 又处于落后 10分钟后 对手送点 孙清敏推射中路 1比1 随后孙清敏中场抢断 张宇宁传马夏尔 或者包肉 获得更好的角度后 推射远角得分 2比1 我们反超比分 第31分钟 我们前场 打出精彩配合 马夏尔再下一城 3比1 很快我们又获得反击机会 热苏丝直塞 孙清敏拿球后 heel to heel 过掉后卫 紧接着射远角破门 4比1 中场休息 我们辩证4231 加强防守 下半场刚开始 热苏丝单刀射门 被赛季最佳特尔什特根化解 第65分钟 8-1上墙 导致失位 马蒂奇又和伯阿腾撞到了一起 瓦尔迪轻松得分 2比4 随后伯阿腾又和马夏尔撞在了一起 瓦尔迪大力射远角 3比4 4231的一大特点 就是进攻推进缓慢 感觉不太适合这场比赛 我们调回4-1-2-1-2-2 并换上马赫雷斯 换下体力下降的孙心敏 随后伯阿腾进区内传球出现严重失误 本来是找阿拉巴的球 结果直接传给了瓦尔迪 对手落后三球的情况下 扳平了比分 很快我们前场获得机会 马夏尔直塞 马蒂奇冲入进区 大力射远角 5比4 我们再次领先 这个进球得益于我们阵型的改变 之后我们还有机会 可惜热苏斯单刀调射 被门将没收 好在最终我们拿下了比赛 第九场 我们打平就能夺冠 对手一套英超阵容 球员都很不错 开场不到10分钟 对手进区回传 马夏尔打死角进球 我们0比1落后 这个丢球中马蒂奇一直站在那儿 非常让人失望 当然还有更失望的 随后张宇宁做了J 对手利用这次进攻 再入一球 0比2 坎特射门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干扰 这个防守区域属于张宇宁 然后对方进了这么一个球 马蒂奇盯人不紧 巴舒亚一倒勾 直挂死角 比赛失控 我们马上做出调整 换上马赫雷斯 换下马蒂奇 加强进攻 很快对手又打出精彩配合 巴舒亚一爆射得分 0比4 之后德布朗内远射 巴一神助攻 0比5 我们在这场比赛中状态全无 防守漏洞百出 运气也很差 当然放弃是不可能放弃的 这辈子不可能放弃的 第55分钟 热苏斯直塞张宇宁进球 可惜张宇宁越位 第67分钟 热苏斯直塞 孙清明打门 1比5 10分钟之后 热苏斯打门 弹回来再打 可惜太正了 第84分钟 对手禁区 传球失误 热苏斯横传 很可惜没有人接应 第88分钟 机会直塞 孙清明打门 可惜被打 这个球更应该包肉 然后再打门 或者给马夏尔 很显然 我们不在状态 最后我们以1比5的大比分 输掉了比赛 在这场之前 我们最差的一场 只落后两个球 游戏完全失控 大比分丢掉比赛 这个时候 我们更应该做的是 放下手柄 冷静冷静 因为当时第三 就剩一场比赛 所以我还是马上 进入了下一场 对面是一套 总评84的西甲阵容 开场三分钟的时候 我就意识到 在大败之后继续比赛 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上一场我们严重失常的表现 很有可能跟网络有关 如果大家输掉一场 非常失控的比赛 建议大家一定要停下游戏 比赛失控 有可能是因为网络有问题 这个会直接加大我们的按键延迟 也有可能单纯是因为 我们当时状态不太好 不管是哪个方面 暂时放下游戏 都能避免我们继续被坑 或者犯错 我记得我们有一个 技术一流的up主 就是因为一时冲动 没有及时放手 一夜之间从第一 被迫害到了第四 这场比赛中 我们犯了很多错 踢得不够沉稳 很多关键的决定 都有待伤却 第16分钟 完全可以让热苏斯停一下球 再根据情况 选择转身舍门 第26分钟 又是热苏斯匆忙起脚 这个时候更应该拉球 或者护球 摆脱掉防守队员 第31分钟 孙星明禁区前包肉 再拉球 横传马夏尔打门 1比0 三分钟之后 马夏尔绝佳机会 结果我们匆忙起脚 好在我们获得的机会比较多 第40分钟 战术任意球开出来 马夏尔变向后打门 2比0 很快对手又送红点套餐 孙星明射中路被扑 下半场开始 对手送给我们一个球 不太明白为什么 随后对手控制后 未出现问题 热苏斯单刀 游戏还是不停的卡顿 所以我们放慢速度 最后轻松打进 4比0 第78分钟 对手造越位失误 巴卡约科大单刀 但是我们还是在急需各种浪费 两分钟之后 对手后场传球失误 这次马蒂奇终于把握住了机会 最后时刻 对手放弃回追 6比0 虽然最终我们大胜 但是这场比赛让人后怕 网络连接差 自己状态欠佳 如果对手实力再强一点 我们很有可能翻船 更换前场三叉截后 效果明显 我们在第三场均4.4球 比第四的2.5球多了很多 但我们的场均丢球 从1.1变成了1.8 很明显 我们接下来需要做一些改变 下期 张宇宁将带我们征战第二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请点赞或者支持 如果希望看到更多FIFA相关的视频 请订阅或者关注 这里是波波多娜 我们下期见